深海魔精王爆出的赤金色魂环有多强 竟然连海神都赞叹不已 从斗罗大陆历史来说 这便是斗罗大陆绝无仅有的百万年魂环 世间从未有人见过 唐三便是第一个获得此魂环的天之骄子 在之后的一万年里 唯有自己的女婿霍雨昊 才到达了和唐三一样的成就 而且还是百万年魂兽天梦冰残主动献祭才得到的 一百万年的魂环 呈现赤金色 魂兽秀为每十万年就会度过一次劫难 只要成功度过便会在魂环上课下一道纹路 百万年魂环拥有十道金色纹路 并且附带多种魂迹 深海魔精王便是如此 深海魔精王的百万年魂环并非是自身修炼出来的 而是盗取了海神山的圣柱石 吞噬了圣柱石之后 十万年的魂环修为得到了大量的感悟 直接突破了百万年的界限 令他的寿命也大大提升了许多 深海魔精王的恐怖 唐三也深有体会 在进军海神山的时候 要不是海神现身护着他 估计唐三都得被深海魔精王吞噬掉 只是海神都没有对深海魔精王下手 反而威胁深海魔精王让他离开 直到唐三使用唐门暗器菩提血 中伤了深海魔精王 这才将其斩杀 吸收了魔精王的魂环 唐三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赤金色的魂环 里面蕴含着神力 已经是触碰到了神级的层次 丝毫不输千刃血的第十魂环 就这样 窦罗大陆最强大的浩天锤诞生了 四红四飞一惊 九环闪耀在浩天锤的身边 九环奇诈 甚至可以试神 深海魔精王的魂环 附带的魂迹 杀戮结界 将修罗领域完美融合 成为了最强大的领域技能 助力唐三依举 击败罗刹神笔比东 和天使神千刃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窦罗大陆的老铁们 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